心脏衰竭的病人到末期,心脏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,却难以等到捐赠的器官。 台大医院则透过居家型心室辅助器来协助病患,可以证实代替心脏功能。 不必住院,就能够返家正常生活。 有患者已经使用了超过十年,病况稳定,还可以到国外旅游。 医护人员准备蛋糕为左先生庆祝重生,因为五十多岁的左先生,二零一三年九月时,急性心肌炎住院等待心脏移植,后来因为病程恶化,导致急性心脏衰竭,最后选择自费五百万元,安装了居家型心室。 辅助器,至今将近十一年,不仅病况稳定,还常常到国外旅游,而左先生也成为目前国内使用心室辅助器最久的病人。 负责诊治的台大医疗团队表示,造成心脏衰竭原因很多,也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心脏移植,如果能暂时使用居家型左心室辅助器, 就能让病人有重生机会,不必住院,也能返回社区正常生活。台大医院过去三十年来,累计居家型心室辅助器各案数已经近百人,年龄最小为十岁, 其中有二十九人在安装心室辅助器期间,接受了心脏移植,而从二零一八年起,健保也有条件将居家心室辅助器纳入给付。 移植,今天装十年以后一半会死掉,因为不管是排斥或是感染,但是,而且移植以后你必须要吃抗排斥,要吃五六种药物,但是如果装心脏服励器,你只要吃一种很简单的抗瘾血剂。 而根据器官捐赠移植登陆,及病人自主推广中心统计,目前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约有一点一万多人,其中有三百四十四人等候心脏移植,但平均每年心脏捐赠仅有大约八十例, 因此院方希望居家型心室辅助器,能够提供心脏衰竭患者另一种选择与希望。 记者拉出名讲龙虾台报道